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台北级成员肯明尤 因为自己基因的公司发布的征裁公告 而遭到了网友们强烈的指责 在所有论坛都引起了争议 相关消息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一位 1月5号,肯明尤在自己的IG发布了征裁公告 主要工作内容分别是7S与网络设计 并且还需要一些英文客户管理 而必备条件是,需要3-7年的精力 必须有大赚以上的学历 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10点到7点 年薪是2500万韩币 因为2023年现在,韩国法定最低工资是 实薪9620 所以2500万年薪扣掉保险年金等 实际到手工资是一个月大约187万韩币 这就跟最低工资实薪差不多了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指责 招聘3年以上经历的人 却想要给最低工资 因为这一变得越来越大 肯明尤重新在IG现实动态上传了解释文 因为收到太多的私讯被吓到 所以重新看了一下公告 结果更吓了一跳 因为担当志愿的失误 不小心在歇死征裁公告上 写下了征裁信任时候的年薪 但是这个解释反而让争议变得更大 每天都在说不像话的借口 是你先说了年薪 所以担当志愿才会那样上传吧 难道他会自己擅自决定年薪吗 真的很讨厌 信任就可以给这样吗 但是这是现实 很多中小企业都只给这些啊 现实 在那个现实 如果只给这些钱 要求做的工作内容这么多的话 也会被骂爆的 这本来就做错了 为什么想要用廉价 利用别人的劳动力呢 再怎么说 这业界工资本来就不高 但是必须要用英文来接待顾客的话 真的是太低了 在这里说自己的年薪也这样的人 真的是连英文接待顾客也在做吗 如果是真的赶紧辞职吧 你会英文的话 最起码在韩国 不做客户服务也不会饿死的 不要再用捐款在YouTube炫耀了 用那个钱给职员们工资吧 把职员们的工资压在最低工资 自己炫耀买了2700万的瓦斯鲁 用捐款来结税 真的很想吐 因为像这样 正义变得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康明杨删掉了IG线东后 发文道歉了 在几个小时前 我在IG现实动态 不小心将不看学历 不看经验的新人年薪写上了 有经验的人一定会根据他之前的年薪写上的 我们公司会提供四大保险 连续工作三年会有一个月的有薪休假 网店商品以职员价格提供 新年中秋生日会提供商品券 为了能舒适的工作 公司内也提供了空气净化器 点心与工作上需要的物品 但是 请假等都是法律规定 本来就要提供的 竟然当成是福利 看来是真的没什么福利了 四大保险请假提供点心公司用品 我还真的头一次看到 把提供空气净净器跟公司用品 当成是福利的地方 你首先先了解一下 你显得福利并不是福利 而是必须要提供的 然后身为代表 就算是职员的失误 因为你是最终批准的人 必须要负责任的 真的太失望了 这个年薪虽然也是问题 但是更大的问题是 让一个人做的工作内容也太多了 根本就是把好几个人的任务都给了一个人 这种公司就是不应该要去 常发征裁公告都是有原因的 对于康明镜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直比中指的奶奶一等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